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重要题目 就是有关于身心障碍者的精神健康促进 这个我特别下一个标题就是幸福的变奏群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就是追求幸福 但是我们人生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无常很多的失落 不管是生理疾病心理疾病乃至其他贫穷的问题 但是我们注定还是要让自己幸福的 只是说我们幸福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所以把它叫做幸福的变奏群 幸福有主题可能我们一开始还好 可是后来生命开始有了变化之后就进入变奏群 但是变奏群有变奏群很好的风味 在今天的演讲里面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部分是认识精神健康促进 第二个部分是谈论压力与精神健康 第三个部分是身心障碍者如何促进精神健康 首先我们来讲认识精神健康促进 这个部分我会先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在历史上也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案例 它是墨西哥女画家卡罗 她本身的话 她的长相就像右边那样子 她其实也是蛮漂亮的一个女画家 那后面的这个画的话是她的先生 也是一个墨西哥非常有名的画家 Diego他的这个画作这样子 那她本身这个画家是生在墨西哥城 在家里面是排行老三 那父母亲其实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的 父亲的话是匈牙利犹太学统摄影师 那母亲的话就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所以就是在家里面其实是一个多文化的祝贺 那其实这位画家这个很不幸的地方是六岁的时候 就得到了小儿麻痹 那造成左脚弯曲 走路其实就是变成是一个薄薪的情况 那但是呢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身心障碍 但是呢父亲其实反而是更加的去栽培她这个第三个女儿 然后进入墨西哥最好的预备学校 那在那所学校的话在两三千个学生当中 她是少数大概二三十位女学生之一这样子 也就是说真的虽然说遇到这样的身心障碍 但是她的父母的话其实是不但是没有放弃 而且给她更好的一个教育 但是呢又发生了第二件不幸的事情 就是她在读书的过程里面 她乘坐巴士跟一个电车相撞 结果她的脊椎整个断成三节 那右腿又严重骨折 那一只脚又被压碎 那还有一个金属的扶手的话 就穿进她腹部跟下体 然后结果造成她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不孕 那她在住院呢住的相当久一段时间 在这里面其实她虽然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她也同时很幽默的一个方式 因为她知道说她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创伤 结果她会没有办法生育 结果她就说这让我失去了痛症 就是她是用这样的方式失去痛症的 那不只是用一个幽默的一个方式 来看待她自己的一个创伤 那其实呢在这个住院过程里面 也慢慢的用绘画 来疏解她面对这个生命重大 一个创伤的时候的一个心情 她把自己画成是躺在这个床上的一个 躺在病床上的一个女性 然后呢身上呢就是呢 连出了几个地方 也许是她的腹部啦 骨盆枪啦 然后还有其他也许是胎儿了 或其他破碎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象征 然后这个好像是跟她有所连结 她的生命好像就是变成这些部分了 那彼此之间呢可能就是 这个彼此之间呢互相的扶持这样的一个生命 继续维持下去 那她的床上沾满了血 其实她等于是透过绘画 然后来表达她遇到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的一个心情 并且在这个当中重新整理自己的一个生命 那果然也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创伤之后 她决定成为一个画家 而且是一个非常风格非常强烈的一个画家 那无独有耳其实当时创伤的一个画面 以她男友那时的一个描述来讲 也是一个相当富有色彩的 但虽然是一个痛苦的一个事实 剧烈冲撞撕开了她的衣服 然后车上她的人带了一包金粉 结果就撒了她血淋淋的身体 那但是呢她面对这种生命的一个残破的话 她反而是找到了一个艺术来重建她的一个生命 像右边的这一幅图画就是这个毁坏的原著 她把自己当作一个像是帕德嫩神殿一样遭受这个战火 然后结果就剩下断缘残壁 她好像是自己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部分 她把自己的脊椎化成一个希腊神殿的柱子 而且是碎裂的 她身上这个钉满的钉子 然后这一个身上的束缚 还有这一个附具 那甚至呢就是说她其实真的是不断的进行手术 总共做了三十多次的手术 在那个时候全世界是很少动手术动那么多次的 但是她就是用这个艺术来为她的生命来做主角 并没有放弃那个生命 那甚至呢她后来呢这个画作相当多 那开画展的时候 那批评价就是说 如果说呢要把这位杰出的女士的作品 跟她生活分开那是不可能的 她的绘画就是她的自传 也就是说呢她这个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 绝对不是这个 这个为复兴辞强说丑这样的一个东西 也让也因为她的这个病痛 让她在这个艺术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位 那但是她不只是在身体上有遭受到打击 在心理上可以遭受相当的打击 而这个打击是来自于这个爱情 因为她在爱上的是一个风流倜傍的这个 这个利维拉 李维拉 这个Diego Rivera 那这是一个墨西哥非常鼎鼎有名的大画家 那她是这个 在这个卡罗在22岁的时候就遇到这个李维拉 然后后来呢辗转跟她就是结婚 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好的事情 因为在艺术上面她这个也是卡罗相当重要的一个生命力量 但是李维拉的这个外遇不断 然后呢这个 这个卡罗的话呢不断的因为深爱她而容忍 然后呢结果最后呢她不仅是继续的外遇 还占指她的妹妹这样子 所以她其实遭受相当大的一个背叛 那同时也经历了我们说很多这个 这个在婚变的过程当中 这个女性或是说男性 说她心里的这个煎熬 然后呢她其实是在对于这个感情上面的话 一度是决定要离婚 但是呢真正 真正后来想一想觉得还是非常深爱这个男人 又要继续在一起的时候 结果这个男人反而决定要离婚 然后结果真的离婚之后又在一起 其实也真的是反映很多所谓的B群人格特质的 这样子的人的一个个性 可能又爱又恨 然后呢处在一个又想在一起 但是又想要分开 但是呢一直没有办法一个 就是说在心理上做一个明确决定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呢其实她也是遭受到一个双重的煎熬 那甚至呢她其实处在相当的一个忧郁当中 那她想要溺死她的忧伤 结果忧伤去学会游泳 有一点就是说呢她其实想要去控制她的这个情绪 处理她的情绪也好 结果呢却反而这种情绪越加的难以控制的一个情况 那她其实同时呢也是受到这个长期身体的疼痛啊 麻醉药物啦以及这个酒精的这个影响 其实但是这些这些我们一般认为是负面影响 但是呢她其实是把她转化成一个 升华成创作的一个一个力量 形成不一样的风格 那在在这幅图画里面她 呃右边的右边的她的话 是是当初刚嫁给那个Rivera那个时候 好非常打扮的非常好 好心脏也是健全好 好那但是呢经过20年之后 经历这么多的这一个跟她感情的这个纠葛之后 好还有身体的病痛 其实她身体已经相当残破 已经变得一个苍白的一个情况 好所以呢 呃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个失落 好但是呢她真的就是把它在绘画里面 做了一个升华 好那甚至呢就是在这在后来办一个 呃个展的时候 好大家认为说这个这个画家虽然画得很好 但是她呃这么病重 应该是没有办法出席的好 但是呢她却是啊就想尽办法躺在单架上 好然后派人把她抬到会场里面好 好亲自去参与这一个啊这个这个个展好 好那结果这个开末酒会就变成凯旋的一个庆典 好所以其实呢 嗯虽然说是这么这么样子的一个啊 这个啊有有相当障碍的一个情况之下 好但是她是相当努力的克服 而且也实现了自我好 好那那其实呢她给后世也非常多的 好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启发好 好像她里面好她有讲到一句名言就是 脚对我有什么用好如果有飞翔翅膀的话 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心理上能够有一个 有一个转换乃至于升华的话 好其实肉体的话不见得会构成我们的一个障碍了 好所谓身心障碍不见得是真的会好可以一直是 就是会一直处在障碍的过程里面 好那这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说心理啊 或精神的健康处境的一个概念 好然后当然这里面也就是在 从身心医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也不禁有学者怀疑说她这么多次的手术是不是必要 还是说是在她的这个婚姻里面 好是吸引对方注意的一个手段 好也有学者从这方面来讲 好不过再怎么讲的话 其实这个卡罗她确实是以一个 一个升华的角度 甚至她在一个最后晚餐的这样一个模仿的图画里面 好把自己当作一个受苦者 受难者一个形象 那也是用她刚刚毁坏云柱的一个形象来出现的 好那每一个人都是她 好像她生命里面会有不同 很多不同的想法或角色 好但是这个这样一个最后晚餐 这些这么多这几个人的话 其实都是她的一个部分 好那所以我们讲到就是说身心障碍者的精神健康处境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就好像是那个翅膀一样 好如何让我们的就是民众们 好虽然说遇到这样身心障碍状况 但是还能够展翅飞翔 好那那其实呢 这个在以世界卫生组织来讲 她很早就是把这个健康定义定义出来 她说健康是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 皆处于一种安适的状态 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已 好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大家 不管是你是不是身心障碍者 或者是说真的没有身心疾病的状况之下 都必须要去追求的 好它不是一触隔机的 好它是必须要是去一个努力 然后让自己达到安适的状态 不是没有疾病或虚弱就要健康的 好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那那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讲的话 好其实现在的身心障碍的定义 好是以这个ICF 国际健康功能与身心障碍分类系统来定义的 好那这个定义里面 其实也讲到说 呃身心障碍的话是出现疾病 好但是呢不代表说 呃出现疾病结果一定产生身心障碍 好比如说那糖尿病患者 好需要长期服药 但是呢 他不一定因为这个而产生障碍 好如果说他呢 整个生活搭配得宜的话 他还是能够在 呃身理心理 好还有社会方面达到一个安适的状态 好那不一定会产生功能的损害 好那疾病跟身心障碍之间也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 好所以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说心理健康促进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好因为他其实你有了疾病的话 好不见得说一定会产生障碍 我们可以透过很多促进健康促进的方式 好达到这一个 好一个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 好那身心障碍分类来讲的话 其实也很多种好有很多是肢体方面 那在精神方面来讲的话 呃像是智能障碍啦 好失智症自闭症慢性精神病患 好乃至于多重障碍 好甚至其他的呃罕见的 或是经过中央主管机关认定的障碍者 好那这个呃在这个ICF里面 其实他呃也是把这个身体的功能构造 活动与参与环境 好每个面向都把它独立出来 好那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目的 也就是让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知道说 不是说他呃身体的呃 构造有问题就代表功能有问题 好或者是说呢 呃功能有问题就代表他活动 哦参与一定有问题 好那或者是说呢 欸活动参与呃没有问题 但是欸环境的话可能还是有问题 好这导致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发挥最好的功能 好其实其实他的这个分类里面 就有呈现出这样的概念 那整个台湾身心障碍人口的一个盛行律 呃也是逐步的提高到 近年来讲大概是五person左右 好也就是说我们身边的话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亲友 好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一个关怀的 好那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心理冲击 好我们会特别需要注意的 好就是包括说对死亡啊 或者说呃这个身体的变形啊 好或是失能而带来的恐惧 好那以及呢这个因为生病之后 好可能面临到呃被另外一半抛弃也好 或者说可能会被家人忽略也好 所带来这种被抛弃感的恐惧 好也是有的好那另外的话 呃这个可能因为生病之后 你对家人更加依赖好 比如说呃某一某一些这个老人 呃呃这个阴法族的忧郁症的患者 呃患者好他有这个情况之后 他其实变得更没有安全感 那如果说伴侣不在他身边的话 他就引起很大的恐慌 这就是对于这个依赖好 好对好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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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 如果说好他没有办法 有一个依赖的话他会害怕 或是说有时候其实是会会相反的 就是说呃他是会坚持他要独立好 好就是说他要自己做好可是那其实是 他避免去依赖到另外一个伴侣好 那避免这个失去的一个痛苦这样子好 所以有时候他可能是依赖或是 独立的一个方式来来呈现好 但是他底下可能是一种害怕情绪 那另外就是说在产生生性障碍之后 在我们的关系角色跟呃呃 呃财务方面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呃 呃一些冲击好那也许就是你要花很多的这个金钱 在治疗这个呃疾病上面 好也许有一些人会寻求另类的疗法 好那有一些如果说这个 好并没有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一直认可的话 可能花了很多钱却得不到该有效果 好但是呃呃家家属啊或者是病人在追求健康的一个 一个决心上其实可能啊会带来财务上很大的一个一个压力 好在关系角色上他可能没有办法呃呃去正常的一个工作 那或者是没有办法呃呃去上学而跟同学保持一个好的支持的关系 好这个其实都可能会产生呃相当的一个恐惧 那另外的话呃可能还会有一些否认啊焦虑啊愤怒啊罪恶感这些 这些心理的冲击好所以其实呢呢所以说在这个啊 所以其实呢所以说在在这个啊心理健康促进方面如何辨认出呃这些 这些他的一个啊心理的症结喔那并且给予呃相当的一个一个一个支持 哦 味介乃至于去了解他个人的一个心理好对于能够能够够达到健康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好 有時候生命就是這樣這樣子 一下子本來要打了籃球 結果卡在籃框上面 用鞋子要把球丟下來 鞋子又卡在上面 有時候我們發覺我們身心障礙者 他不是只有一個障礙而已 就是可能第一個障礙 像我們弗烈達 他可能第一個障礙是小兒麻痹 可是接下來他的一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可能在親子互動或說廣教方面 乃至於他的機遇方面有相應的變化 而開始對他的人格產生了變化 也許他有B群的人格的問題 又再加上遇到壓力又產生憂鬱症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的很多身心障礙者 他是接二連三 其實常常是多重障礙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健康促進的部分 以沃泰華憲章他的概念來講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增加個體 掌控跟改善個體健康的一個過程 那在實際的做法來講 其實有幾個方面 那這我大概念一下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建立健康的公共政策 從政策面 從這個社會經濟面去改善 這個健康不平等的現象 那第二就是說創造健康的支持環境 就是從這個居住跟工作環境 職場 那還有就是社區居住的這個部分 提供一個健康環境 那第三個就是說社區行動 以社區居民之間互相的扶持 自助互助的一個精神 能夠培養出來 那第四個就是說 增加個人健康的技能 能夠對 就是透過一些衛教宣導 讓個人能夠增加這個健康的一個知識 另外還有重新定位健康服務體系 能夠做一個整合 OK 這個就是健康促進在各個 包括生理、心理、社會 還有在個人社會層次行動的一個鐘標 那就是說在mental health promotion 這個翻譯的部分 其實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心理健康促進 那我翻成精神主要是 考慮說以我們精神醫學的這個角度來講 其實是常常講biopsychosocial 就變成是比較是整合性的 生理、心理、社會都必須要考慮的 OK 好 那所以在 不管是在一般人的健康促進 或精神健康促進來講 有很多的也都是共有的部分 包括說自我實現、健康、運動、營養、人際支持、壓力、處理 來自於精神健康促進更強調情緒管理、發展歸屬感 然後有意義的社會角色 提高自信性、減少社會成本這些部分 好 那在這個心理健康促進的部分 它其實是很重要就是能夠早期 就是說能夠維持跟促進個人的心理健康 好 那有這個病症的話能夠早期發現 及時協助 那並且呢 避免或減少精神疾病發生 好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呢 對社會大眾來講 很重要就是減少這種歧視、偏見 刻板印象跟污名化的現象 其實我們可以發掘到很多的 這個精神疾病來講 真的都是拖了很久 已經對當事者產生很大的 在學業、工作上的一個損害之後 然後呢 才家人或者是個人 才這個非常勉強的情況之下 被帶到精神醫療的一個機構 來開始接受正規的醫療 好 這裡面為什麼會這麼難去承認 生病這件事情 好 其實很重要 就是社會上的這一種歧視或無名化 有時候 像是像在雲林的這個地方來講 如果說你有了精神分裂症或憂鬱症 那是注定一輩子你都會被貼一個標籤 就是這個人是孝的 對有孝的這樣 就是說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一般來講 你如果真的發生狀況很多 還是盡量隱瞞或者是去否認一個情況 好 那這其實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如果我們在社會大眾當中 能夠減少這種污名化的情況 那反而能夠 像是我們甚至提供支持性的環境 給身心障礙者來講的話 其實對彼此來講 都會有一個正向 正向的一個發展的 好 那在這個 在心理健康 精神健康的促進方面的 其實它包括的這個範圍很多 包括像以下這一些 不過我想我今天這個演講裡面 會有一些比較左側重的一些點 來跟大家談 那在精神健康促進的這個 一級預防 這個 以這個模式來講 很重要就是 在疾病還沒有發生之前 就用有效策略 來降低發生的可能性 那這一級 一級預防的重要概念就是 預防剩餘治療 所以我們會透過就是像舉辦活動 包括講座、書展、座談會、研討會 這個方式來進行這個宣導 那另外呢就是 培養健康的心理特質 那紓解學業、家庭、工作壓力 那另外呢在學校的部分 也要積極提供心理衛生教育 特別是讓我們的 這個學生們能夠知道精神疾病 它其實是 是一個會發生的事情 每個人都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以一個正面並且有知識的情況之下來面對 那另外呢社會教育 或者說從國家政策這部分 來減少失業、貧窮、過勞、性別歧視、暴力、 藥物濫用這些環境因素 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如果我們結構性方面能夠做改變的話 那我們要推動健康、住進 對民眾來講是會容易很多的 那假設我們的失業率節節上升 然後貧窮的人越來越多 或者是說我們企業都沒有注意到 這種員工過勞的一些情況 那繼續往這個學漢的方面去走的話 其實這個最後對我們健康促進來講 是一個事倍共辦的一個情況 那還有說性別歧視 這個也是很很重要 特別是在傳統架構之下 男性女性可能都會延伸不同的 這個精神的困擾跟問題的 那暴力跟藥物濫用 像是藥物濫用來講的話 他可能在青少年來講 他是一開始可能是因為好奇 可是一旦用上去 然後依賴之後 那其實是會根本的改變 他的一個精神狀態跟人生的 那在這個二級預防的部分 二級預防的部分的話 就是要能夠去降低風險 然後針對可能的發生疾病的高危險群 提供協助避免疾病真正的發生 所以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這樣的概念 所以在這個二級預防裡面 其實是需要透過各個單位 能夠有一個問卷篩檢的一個習慣 去篩檢我們的員工或者是學生 或民眾的心理健康狀態 那並且呢 根據這樣篩檢結果來提供 合適的心理健康資源協助 那像這個心情溫度計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電性的 這個非常簡潔 惡藥 但是又非常能夠提供 重要諮詢的一個篩檢 那能夠讓我們辨認出 當事者他到底是在怎麼樣的 一個風險的一個情況 然後提供相應的心理健康資源 那在發現心理健康問題之後呢 能夠轉介學校的這個 諮商輔導中心 心理衛生中心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諮商所 還是精神醫療院所的地方 來做進一步的一個處理 那在三級預防的部分 其實是對已經發生疾病的個案 提供有效的治療跟復健 那進行處置 使他能夠盡速的恢復健康 避免復法 所以很重要的是亡洋補老 就是說傷害可能已經產生了 但是我們盡量以亡洋補老的一個精神 然後讓他盡量能夠恢復功能 甚至是有一些情況是能夠完全恢復 那在這個部分的復健資源的話 包括精神的職能治療 心理治療 家族治療 這些 那在根據這個聯合國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它的最新的一個概概來講的話 其實它也提示我們關於精神健康促進 這個社會面一些危險因子 是我們必須要去排除的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一些包括藥物啦 或者說貧窮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在我們有一些民眾 他其實可能是到別的國家去居住 可能就會感受到像種族歧視的這樣的一個壓力 那這部分其實也是需要去盡量的能夠去減少 那鄰居支持差啦 失業貧窮缺乏教育 這些都是所謂精神健康促進的危險因子 那保護因子的部分其實就是我們促進的部分 需要去多做的 像是父權 讓個體覺得它是有能力去改變事情 然後去對它事情做一些掌控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弱勢族群 弱勢的這個族群的一個團結 也是一個保護的 也就是說有時候甚至身心障礙者 鼓勵他去參加一些協會 然後從裡面去得到資源 這是對他來講是一個保護性的 那另外來講提供正向人際互動 社會參與 社會責任感 社會服務 社會支持跟社區網絡 也都是在這裡面提到的這個保護性的因子 那如果在個人跟家庭面的一些危險因子來講的話 其實能夠針對這個學習障礙拒絕的情況 就是積極的處理 然後注意力不足 然後還有這些一些兒童虐待忽略 那失眠疼痛暴力創傷 家庭的衝突混亂 這些情況其實都是盡量能夠去減少或避免的 那父母親的精神疾病 這個其實也會對孩子帶來重大的影響 其他像這個壓力生活事件這些 那保護因子來講的話 我們能夠去從這個增強個人跟家庭的這個保護因子 包括說對壓力的因應挫折 然後適應力 安全感掌控感好的一個親子關係 義父關係 那另外還有就是正向的親子互動 助人行為 然後壓力管理親友支持運動這些都是重要的 那所以也就是說減少危險因子的這個政策 如果以這個政府層面來講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要包括改善營養 因為其實營養不均衡 營養不足的情況 對於我們的這個身心障礙其實會有加劇的情況 然後改善居住 那另外呢增加教育機會啦 那強化社區的網絡減少成癮物質濫用 這都是我們在國家層次可以去做的精神健康促進 那這個是我在雲林服務的時候 就是我那個時候是帶領居家治療這個團隊 那其實幾乎每天的話 都會有我們的住院醫師跟我們的護理師 或者說我本身下去到這個社區去探訪 那有一次接到這個任務 就是說呢 看到地址來到這個地方 可是看到卻是這樣的模樣 這一個家是長這樣子的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疑惑 就是說怎麼會有人的這個居住環境是這樣 那結果是真的繞到後面去才發覺說 在這個垃圾堆的後面出現了一個平房 那這個其實呢就是雲林在地精神病患者 他說住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居住環境 如果說它是一個髒亂的 甚至帶有一些感染源的一些地方 或者是說它根本是一個找不到的地方的話 其實對它的整個要能夠求醫、復健 或者說得到支持的一個機會 其實是就會少很多的 所以這個其實從政策上面去改善民眾的居住環境 其實特別對於身心障礙者有很正向的一個意識 那另外的話 其實減少壓力源、提高韌力 這也很重要 去建立孩童健康的生活型態 包括這個學齡前的教育、親子訓練 乃至於居家房市 然後呢這個 在學校裡面去培養它一些正向的一個特質 特別發展它的一些優勢能力 減少風險行為 那對於職場上提供這個處理工作壓力 面對失業的一些訓練 一些心理的一個訓練來講也是有好處的 那對於飲法族來講的話 這個特別鼓勵他們運動、社會支持、個案管理 那優於自殺防治、預防失事證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第二個部分 就是關於壓力與精神健康 那為什麼說壓力這個事情對精神健康來講 是很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本身如果身心障礙的話 就有相當多的壓力 尤其是生理上尤其是心理上的 那這個壓力有時候是伴隨我們一輩子 那所以呢這個部分就導致我們 可能在身心障礙方面會有一些惡化的情況 或者說在心理健康上會有負面的一個效果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辦呢 其實很重要就是史丹佛大學的這個教授 他提出的一個一個 就是我們要向斑馬學習 就是說為什麼斑馬不會得到胃潰痒 那你看其實斑馬他在這個非洲大草原上 他這個宜蘭自得的樣子就是這樣 可是呢就是非洲大草原裡面也會有一些壓力跟威脅 也會有壓力跟威脅 那我們斑馬是怎麼樣遇到壓力跟威脅 其實跟大家也是蠻類似的 就是說如果遇到這種危險的情況的話 就會有這個反應就是肾上腺分泌啦 然後趕快逃跑 然後非常的 非常處於高壓的一個狀況之下 可是呢接下來就是分別出動物跟人不同的地方了 為什麼 因為可能這個終於成功逃脫之後 大概隔30秒鐘 他又恢復原來的樣子了 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但是我們人呢 其實沒有 你看我們就是很多人的話就是會一直在回想過去的創傷啊 或者是回想一些失落或者是一些衝突的情況 甚至我們就一直帶著這樣的壓力下去 或者是說我們每一天上班的時候 就是看到這個老闆就像看到老虎一樣 就每天都生活在這個老虎的旁邊 但是我們可能又沒有去察覺到自己已經進入這個狀況 長期讓自己處於高度壓力的狀況之下 而這個對我們的精神健康來講 就產生了相當負面的一個影響 像是我們在這個在急性壓力之下 我們跟動物一樣在這個HPA的軸上面 都會整個的一個高度活動 腎上腺、腎上腺素、可體送素質都會急劇增加 然後呢當然在這個如果說是短時間來講 這可以幫助我們是產生一個好的一個因應 能夠逃脫危險的情況 但是呢斑馬它能夠很快的放鬆 但是我們人的話卻一輩子就生活在這種高度的一個壓力之下 然後呢產生了嚴重的一個焦慮症狀 甚至這種焦慮症狀會引起這個胰島素的助抗 高血壓、心血管疾病這麼多的風險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又在這個心理的層面 又會影響到生理的層面 而生理的層面可能後續又要影響到心理的層面 其實這個是對於 就是對於我們的這個精神困擾來講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情況 其實是雖然危險過去了 但是我們還是處於那一種危險狀況之下的一個生理狀態 但是呢有時候這個急性狀態如果太久的話 其實我們的這個HPA軸的話 它也會進入一個浩劫的一個狀態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是產生整體治癒神經的活動的一個低落 而出現疲勞、缺乏精力、憂鬱身體不適等症狀 所以其實我們要談精神健康促進來講 很重要就是能夠針對這個HPA軸還有這個治癒神經的部分 去能夠做一個合適的一個調整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夠比較順利的到達一個放鬆 而且是讓我們身心暗示的情況 那這個圖是解釋就是我們剛剛很多的這個壓力的荷爾蒙 包括可體鬆納、腎上腺素 其實它對我們的大腦是會有在長期會有負面效果的 特別是對我們的這個性人核 它可能就變成是長期都過度亢奮的情況 而在海馬回它可能就是又會有神經細胞的一個凋亡的一個情形 它其實會導致我們的記憶力變差 但是又保持在一個高度沒有辦法放鬆的情況 那同時呢這些壓力荷爾蒙也會損害到我們身體 不管是正常人或身心障礙者來講 我們都會遇到很多的這個壓力 包括配偶死亡、離婚、夫妻分居 那這個其實是學者根據這個不同的壓力而去 給它定義一些壓力的指數 右邊是它的分數 那其實呢如果把這些加起來的話 它會有衍生相關壓力相關疾病的機會就會增加 那其實這裡面也是有提到一些心理的一些困擾 或者是說一些財務的變化這些情況 那其實整個加起來如果說分數大於300分的話 那幾乎有80%的機會會得到壓力相關的疾病 那如果說是分數比較少的話 得到的這個機率也會比較少 這個是這個學者提出出來的 所以這其實也是我們去 去了解我們的一個壓力 一個大小的一個客觀的方式 這個卡通圖的話是 就是有一個人他問另外一個就是說 為什麼用了你介紹的那個蟑螂要殺蟑螂之後 家裡蟑螂出沒更頻繁呢 那另外一個人就講說 如果你家人不見你能夠不急著到處找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這個在生命裡面 其實很多這種失落狀態 這個其實我們是都會引起 不是只有我們自己遇到問題 有時候親友的問題啦 或是關係的變化也都造成我們很多的壓力 而這個時候我們能夠藉由剛剛的這個壓力檢測 來了解自己的狀況 那並且做精神健康處境是很重要的 OK好 那剛剛的這個講到說壓力的生理反應 其實它是非常普遍的 那其實呢 這個壓力跟身心症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關係非常密切 因為在長期處於高壓之下的話 其實在循環系統 高血壓啦 冠狀動脈心臟病 心率不整這些機率都會增加 然後呢 甚至有一些這個 氣喘啦 過度喚氣症候群啦 消化性潰瘍 其實後面問起來的話 跟它這個遇到壓力 以及它的一個一個調適能力 沒有辦法能夠處理得很好 是有關係的 而最後轉換成這樣的一個 身心症狀出來 那另外的話就是像這個內分泌系統 身心系統 其實這裡面很多都是 背後根本的原因是壓力 那如果說只是單獨去處理這個症狀來講的話 其實效果都是非常有限的 那有些人的這個頻尿或說過敏性的膀胱 這也是有可能是跟身心症有關係的 抽搐啦 那皮膚方面的毛病 那還有就是說 咽喉的異物感啦 惡名 這很多其實是我們這個身體 一個過度的壓力反應 那另外來講像是這個眼科婦產科啦 牙科的一些問題 其實也都有相關啦 那這個長期的一個壓力反應 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過於長期的話呢 就會產生相當負面的這種生理改變 而呈現出浩劫症候群 在情緒方面的話呢 就是會產生焦慮不安啊 緊張意怒緊 難過挫折感 這些情況 那在行為方面 可能就是會爭執哭泣 不停的墮步啦 然後呢這個出現攻擊行為 產生自殺意念的這些情況 那思考方面的話 可能記憶力變差 專注力不佳 思考速度緩慢這些情況 那生理來講的話 像剛剛提到了很多的所謂 身心症症狀可能就會出來 那在自律神經的部分 其實是一個 可以說我們去察覺說 我們的一個身心狀態跟壓力互動 很好的一個介面 因為其實這個自律神經的話 從我們大腦裡面這樣子出來 延伸到我們身體各個地方 各個脹氣 甚至到血管這些地方 其實呢 它其實很靈敏的 可以放映出我們 當事者的一個 身心狀態 所以以我們 在精神科來講的話 我們也會常用 自律神經失調的一個方式 來做檢測 甚至跟民眾來做解釋 甚至讓我們求診的 比如說身心障礙者知道說 它目前的一個身心壓力狀態 還有對身體的影響的一個程度 是怎麼樣子的 那這個自律神經系統 像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它其實也不是只有 它這個系統出現問題 其他像是各個器官系統 它也會出現問題 那免疫系統 發炎反應 新陳代謝 也都會因為這一種 自律神經失調的情況 而有失調的情形 像是這個發炎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說 肥胖的一些情況 跟我們長期的自律神經的 一個失調都有關係 那在我們這個 如果產生身心疾病的時候 其實最常見的模式 就是交感神經過度亢奮 那副交感神經功能低下 那以及整體的功能低下的情況 那所以說 其實我們可以借助一些 這個檢測方式來知道說 我們當事者到底它的 一個自律神經的狀態 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那像這個個案來講的話 它等於是 整體自律神經活性 跟它這個長模比起來的話 是稍微減退 但是呢 但是它的這個 減退的狀況並沒有很多 那主要問題是在 交感跟副交感神經的一個適合 在白色部分是代表 交感神經活性 而黑色部分代表 副交感神經的活性 那這個案例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一個整體活性的一個下降 是更明顯 那交感神經的活性 跟副交感神經的活性 其實更加的懸殊 這都會導致相當多的一些神經症狀 那以剛剛這個個案來講 其實它是副交感神經部分 是到過低的幾個情況 所以其實 怎麼樣增加它的 副交感神經的一個活性 對它的這個 身心健康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另外就是說 在各個脹器來講 它也會呈現出這個 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 情緒方面其實也都會呈現出來 整體的部分 OK 所以這個症狀清單 就像剛剛講 就是說其實 是影響這樣多系統的一個層次的 OK 那如何去 如何在這個身心壓力方面做一個調整 其實這個很重要 是當事者對於這個 壓力事件的一個看法跟評估是怎麼樣子 如果說呢 我們越認為說 這個事情對自己的一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來講的話 那你承受壓力就會很大 那如果說你的應對的技巧越差的話 那你的壓力也會越大 那就是說這個其實是 也就是說呢 壓力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產生 可是我們可以藉由後端的應對的技巧 去改善壓力對你的影響程度 那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減少對我們的身心的一個衝擊 那這是在這個心理健康處境裡面呢 很重要的一個看法 那在人格型態方面也會影響到我們對壓力的這個感受 如果說是A型人格 競爭性比較強啦 那在這個 就是說競爭性比較強 比較有敵意的一個情況 抑怒 說話很快 這種情況也會讓我們的一個身心壓力大大的增加 那B型人格比較隨意而安 那這種不容易被激怒的情況 他可能會遇到不一樣的問題 不過在身心的狀態之下的話 確實是會受到比較少的一個印象 就是提供比較一個普遍性的 對於身心障礙者 可能會蠻實用的一些技巧 那希望能夠給我們這個社會大眾 就是一些啟發跟協助這樣子 好 那謝謝各位